好 有一個承諾 其實更長久的承諾 在實踐上要花很多很多的努力 就是我們對家人的承諾 Selina 你從小是看媽媽 到處借錢 所以你承諾 你給爸爸媽媽 一定要過上好日子 因為其實我媽那時候 在嫁的時候 是所有人都反對 他是嫁給我爸爸 那我爸爸他是工廠的老闆 聽起來是很不錯對不對 但其實這個工廠 在當初經營就已經不那麼容易 而且因為我爸爸 是所謂的非婚生子 那我媽媽的娘家 就是覺得 你要嫁這樣子的人 他家庭是破碎的 這樣好嗎 會不會這個人 其實在感情上也有些殘缺 那再加上那個時候 其實工廠的財物 就已經不那麼健康 但我媽媽很堅持 因為她一直覺得說 有愛 然後這個人這麼上進 一定可以的 但事實上是我爸 在我五歲的時候 左右就破產了 所以我們全家就跑路 那跑路會造成什麼情況呢 你會跟所有的親戚跟朋友 幾乎都失聯 因為即使你想要跟他們 好好說話 他們會想到你可能要借錢 所以電話會不接 或聽到是你的聲音 就急著要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趕快放下電話 那我小時候其實 還小時候不懂 但當我漸漸長大 我們去一些親戚聚會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只要我爸不在場的時候 親戚朋友會洗我媽的臉 可是那個洗臉 其實不是他們不愛我媽媽 反而其實是一種 混合著心疼 就是說 叫你當初不要嫁給那個人 你為什麼偏偏要嫁 然後嫁了生小孩 現在這麼難過 還要來跟我們借錢 每次我媽媽到娘家 去求援的時候 我們都要先聽過前面這一段 但你其實清楚知道說 她的姐妹 她的兄弟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是帶著一種 看到姐姐過苦日子 就不甘的那種心情 但我站在旁邊 我有一半的血脈 是從爸爸這裡來 所以當我聽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難過 是你們在說我爸爸很壞 我也很沒面子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做到說 我的爸爸媽媽出門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可以洗他的臉 我想成為他們的驕傲 然後他們可以過得很富足 出去的時候都有風 我願意用我這一輩子的努力 去讓我爸爸媽媽 過好的生活 然後通常我們週末會回家 我可能星期五家教下課完之後 我就坐火車回到台南 回到台南看到媽媽 就問她說錢夠不夠用 我都是把我錢包裡面 能夠拿出來的錢都給她 就是自己可能留一張 過一個禮拜 想說沒關係 我在一個禮拜之後 就可以領到新的家教的錢了 有一次我回去的時候 就是抽錢的時候抽太快 我忘記多留一張 我就聽到媽媽說錢不夠 我就拿出來給妳 結果回去那個要坐火車的時候 發現買完火車票 完蛋了 我一張鈔票都沒有 剩下三十二塊 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個數字 三十二塊 所以我從台南坐火車回高雄的時候 我內心很忐忑 我想說三十二塊 妳要怎麼活過一個禮拜 因為我下次領家教的現金是 星期五 那學校公讀費那都是 每個月才給的 我沒有辦法去跟我同學借錢 因為說實話 妳大學生 妳去跟人家借錢好奇怪 但是我怎麼翻我的抽屜 我宿舍裡面 就找不到任何的零錢了 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剛好我的學伴 他回來高雄 然後就傳訊儀跟我說 他有買東西 然後送到我宿舍樓下門口 是一盒大甲奶油酥餅 就是長得很像 放大的太陽餅的那種東西 然後一盒五入 一天一個 我就吃那個東西吃了一個禮拜 它其實就是甜蜜蜜的太陽餅 熱量很夠 可是你可以想像是 我一個禮拜裡面什麼都沒有吃 我就喝水跟吃那個餅 於是我就得到了 大甲奶油酥餅恐懼症 我謝謝祂救我一命 可是真的吃一個禮拜 這輩子再也不用吃那個了 我真的很怕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到他就覺得 不要再送給Selina 什麼奶油酥餅 奶油酥餅 就是我謝謝祂是我的救命恩人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 我願意把我所有的東西 都給媽媽 就算是到那樣的程度 其實我也沒有後悔過 我到後來 還是每次看到媽媽 就把我能給的都給出去 倒會記得留一張大的 只是這樣子 因為你在實現妳的承諾 對 就是這樣子的付出 我其實一直堅持 我也從來都沒有覺得自己少 對 直到有一次 妳後來發現 給媽媽的錢 很多用在弟弟身上 這是讓我最難過的地方 就是我願意吃少 然後呢 衣服也不要去買新的 也不跟同學出去玩 我把所有可以給妳的錢 我都給妳 我希望我媽媽可以 過得滋潤一點 妳衣服破了 去買一件 然後妳便當 不要總是跟爸爸 兩個人合吃一個 他們都合吃一個便當 很省... 我希望妳吃得營養一點 這個錢 要讓妳用在妳自己身上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 他們其實拿到那個錢 會偷偷給我弟弟 然後之前都沒有講 我是旁敲側 其實才慢慢發現 我那時候心裡面 就有一點芥蒂就是 我如果給妳錢 妳是養弟弟 那我這樣子 省長一點 我這樣省得意義何在 那在另外一方面 就我發現說 我給我爸媽錢 他們都沒有存下來 我本來希望 妳要存有個底 沒有 他們都花乾 所以我開始害怕一件事情 如果他生病 如果我的父母生病 他們沒有任何存款 而且因為那時候 爸爸破產跑路 他也沒有保險 當他生病的時候 那個醫藥費 要怎麼辦 如果遇到這些事情 例如說你可能是癌症 或是突然重大傷產 其實可能我們這些小孩 如果已經工作了 你搞不好是傾家蕩產 把你的所有定存解掉或什麼 你要去貼那個醫藥費 我其實在長久的貧窮裡面 已經很容易往負面的方向 想我很害怕 所以我決定說 我雖然那個時候 還是在念研究所 但是我要幫我爸媽買保險 即使我還沒有賺錢 先買 因為當他們年紀大的時候 保費越來越高 我怕我買不起 那那時候我就把我弟弟妹妹 你想得好周到 對啊 真的好周到 我還研究所 我覺得是因為人在 那個人要去航海 真的 那個人要去航海 不算是要跑船了 對 但其實就是因為在逆境裡面 逆境做好了 你會隨時發生 更多壞事的心理準備 我已經不相信我是幸運的 所以我寧可想得最糟 所以後來 我就把我弟弟妹妹找過來說 我們先買保險 我知道你們都還在念書 沒關係 我出 我有在打工 就是一年十萬塊保費算我的 可是我唯一的要求 你們出社會之後 你們要幫忙 我可以出一半 我出五萬 其他的五萬 你們兩個分掉 合理 他們都OK 就是都是說好 那等到有賺錢再說 所以我就要撐 撐到我妹妹畢業了 我妹妹滿乖的 她也是從小就在什麼炸雞店 混沌店打工 貼補家用 所以當她找到 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她確實就每個月存一點錢 然後在年底的時候 給我去支付這個保費 問題來了 我弟弟後來工作之後 也不願意給錢 那我就跟他說 我們當初講好的 就是你怎麼沒有給錢 我那時候就是逼不到他 我還請我媽媽去說 你叫弟弟要給錢 是講好的事情 我媽媽沒有逼我弟 我媽只有說 他自己不夠花 男孩子開銷很大 要跟朋友出去玩 薪資好不好 他一開始的時候 薪資還沒有很好的時候 我媽媽就有這樣講 即使到十幾年後 我弟已經三十幾歲 他在科技公司當工程師 他的薪水 經我旁敲 側擊也有七八萬 在南部喔 我爸媽依然告訴我 他沒有錢 他不夠花 其實不是沒有錢 是不想要花在這些事情身上 但我的父母 卻願意為他們的孩子找藉口 因為反正我會遮掩 因為如果沒有人出 我自己會去抵我 我一直讓他們很理所當然的 可以這樣對待我 覺得有姐姐撐著 妳有跟弟弟直接攤牌 這個事情嗎 有啊 因為很氣 妳就會覺得 我們講好的事情 而且妳又不是沒有賺錢 再加上我會看到 他那個時候會去什麼網咖 他會打撞球 這些都是花費 那你有那些錢可以花 你為什麼不來出保險費 但當我跟他攤牌的時候 我得到的是 無止境的抱怨 他抱怨什麼 他抱怨他身在這個家庭 很悲哀 他抱怨說爸爸好手好腳 為什麼不去賺錢 不去工作 然後讓他對未來 感到無止境的恐慌 他以後會不會成家的時候 然後人家女生看他家很窮 然後後來就是 如果爸媽生病了又沒有錢 我說等一下 我現在保險 就是為了要讓大家以後 爸爸媽媽生病的話 這個保險可以讓我們不會 為了要付他們的錢 賠上自己的未來 他沒有辦法去想這件事情 他就說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幫他出錢 我為什麼要幫他買保險 我覺得他應該為自己負責 我說你不幫他出錢 倒霉的是我 因為付錢的是我 而且說實話 今天爸爸生病 他自己躺在床上難過不講 一定是我們三個孩子 因為你不可能 讓你的爸爸倒在醫院 沒有人去幫他付開刀的錢 但我弟弟依然是這樣 就是我每次跟他談 他都抱怨 然後無疾而終 所以後來 他就是逃離那個對話現場之後 我就轉為跟我媽說 你要想罵去要 不然我一個人出這麼多錢 我其實心裡面也滿難過的 我媽就 好 過一陣子 媽媽真的就拿了一筆錢 轉給我 說是弟弟那一份的保險費 我以為是因為媽媽逼得很好 然後他就把錢吐出來了 我那時候還想說 好啦 有拿到錢就好 表示這個孩子 可能也比較會想 然後認同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結果給了第一年之後 第二年的年底 我再問我媽說 要扣繳了 就是我要收一下大家的錢了 我媽說他沒有了 我說不是 不是要你出 從頭到尾 就是要你去跟弟弟講 然後我媽就 不置可否了半天 後來我反覆逼問之下 他才說出來說 其實我弟弟從來沒有付過 前一年之前的錢 是我媽媽自己 從我給他的錢裡面 抽抽抽 電出去的 可是今年 他已經沒有那個餘裕 那個幾萬塊錢可以去店 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超級難過 就是說 我給你的錢 是要你照顧自己 而不是讓你去幫一個 你最愛的兒子買單 而且明明我看到這個兒子 對自己挺好的 他又不是沒有錢 我很憤怒的跟我媽說 我給你錢不是要你這樣的 我要你花的從來不是這些 你不應該拿著我的錢 去做這些事情 而我媽就說了一句 讓我醒過來的話 我媽說 你給我的錢就是我的 我要怎麼花是我的自由 但是媽媽沒有想到 是為了賺這些錢 其實我生病 捨不得看醫生 然後吃飯的時候 總是捨不得夾肉 我都覺得那種 小小塊的香腸 跟最便宜的高麗菜 然後吃白飯 吃學校餐廳的吃到飽 他沒有看到這些 他只看到 我回到家永遠可以拿一疊 一千塊給他 我才明白說 自己那麼傻 這麼努力去賺那麼多錢 其實反而養成了 家裡人的逃避現實 會不會其實我如果 從高中或大學的時候 不要把我賺的每一塊錢 都拿給我的父母 他們會學得更勇敢 去解決人生的困境 我爸就不會一直躲避 然後覺得反正女兒 有給我家用 我可以繼續做我的發財夢 那我的媽媽也不會有餘育 一直去幫他的兒子買單 那些電視撞球感這些的 所以我後來很難過的是 我的承諾不但是傷害了我自己 因為我因為這樣 身體到現在都沒有好起來 我後來癌症 腫瘤 因為年輕的時候 真的把身體底子弄壞了 我的承諾傷害了我自己 然後是不是也耽誤了我的父母 然後讓資源流動到 不應該使用的地方 就是你的承諾沒有被珍惜 反而可能是真的一個 你沒有想到的一個困境 所以你後來做了一個改變 你不再給現金了 我發現他們沒有這樣子的智慧 去支配現金 因為你給他錢 他就說 你給我的就是我的囉 所以我後來 我也不可能不管自己的爸媽 但我後來變成 我回台那時候 我發現他的衣服很破舊了 我就網路訂一訂寄回來 然後家裡可能家電 小烤箱壞掉了 好 我買 然後我甚至就是網購米 什麼東西 我送回去 我寧可看到你需要什麼 我直接買給你 我不要讓你拿著我的錢 去隨意支配 我就是給你你所需要的 物資 對 就空投物資 就是這樣之後 我自己心裡面 也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當我給他錢 然後看到他亂話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很否定我自己 我會覺得我不被珍惜 那這樣其實也是傷害我 跟我父母的關係 所以我反而覺得 自從我決定 背棄我的承諾之後 我還可以笑笑地看著我爸媽 因為我並不會帶著怨恨 我要先把我自己顧好 我可以健健康康的我 才能夠跟他們好好的相處 OK 好 楊欣跟妳怎麼看 我覺得弟弟的心態 有時候會覺得說 好像更顯得他 他想要的是更多更多的 這樣的承諾 如何適時才下車 我剛剛覺得 你好像是憲在他信 真的 我以為我命走這麼苦 對啊 你孝順父母親的這個方式 已經有點是余孝了這樣子 就是 確確實 但是你後來醒過來了 就是說你不再用 就是無限制地提供 你能夠提供的資源 或金錢給你的父母親 以至於他們喪失了鬥志 以至於他們喪失了 他自己應該有的責任感 我覺得你最後醒過來 是對的 但是你媽媽講的也是對的 就是說你給了他的錢 其實 就是他的 他是有支配權的 只是他支配的方式 其實你並不認同 就是你並不認同的時候 那個時候 其實就應該醒過來 其實我覺得 我們最難過的一點就是 當我們付出了 我們還怨恨 你懂嗎 如果真的要付出 其實有些時候就是 我做我當做的就好了 做我該做的 那其他的就交給上帝吧 就你們要想怎麼樣都可以 但是我做我該做的 但是如果既然要做 其實就不要 就不要有那麼多負面 帶那麼多負面的情緒 那你犧牲太大了 你看你把健康都犧牲掉了 其實沒有必要這樣子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